4月3號 美國《國家評論》雜誌爆料 一名常駐中國的記錄片導演馬修 發現病毒的來源 他從互聯網上發布的公開記錄中 獲得了大量信息 這一切都重新指向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馬修發現中國科學院 生物安全第四級實驗室武漢病毒研究所 去年底曾兩度招聘 第一次是徵求科學家參與研究 冠狀病毒與蝙蝠的關係 探討蝙蝠可以長期與 埃波拉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相關的 冠狀病毒共存而不發病的分子機制 第二次發布的招聘公告中更寫道 針對蝙蝠攜帶中央病毒的病原生物學 進行長期研究後 證實SARS 株急性腹瀉綜合症冠狀病毒等 人畜傳染病源自蝙蝠 並發現及辨識出蝙蝠和孽齒動物的大量新病毒 馬修認為 這些招聘內容暗示 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可怕的病毒 想招募一些人來對付它 然而 關於冠狀病毒的新聞 直到很久之後才傳出來 根據《大紀元時報》4月3號披露的一段 中共軍隊專家組某主任的內部講話 直指病毒比想像的還要嚴重 現在發現痊癒的病人免疫系統都毀了 這是瘋子病毒 是SARS和艾滋病毒的合成產物 但是還有艾滋病基因的一個特點 艾滋病基因大家知道 所以為什麼早期第一代得的人全都死了 死亡率是非常高 為什麼一家一家的傳播 在武漢第一代傳播者來講 將近有三分之一到一百的病人全死了 就是因為第一代毒性特別強 艾滋病把你免疫系統摧毀了 這個不單是肺炎的問題 所以這是個很大一件事情 醫學專家提醒人們 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目前除了做好防護 提高自身免疫力 沒有別的辦法了 臺灣秀傳紀念醫院急鎮醫學部主任黃炳文認為 這是武器級的病毒 潛伏期長 傳染力強 嚴重到可以癱瘓一個國家所有的醫療設施 特別是它產生於冬天 剛好是人體抵抗力較弱之時 又是節日多 群聚最多的季節 不僅如此 現有的藥物都對它束手無策 疫苗研製相當困難 黃炳文認為 根據病毒學架構 蝙蝠體內的病毒要突變成 今天的新冠狀病毒需要好幾個環節 但現在看起來 這幾個環節都是基因工程的機制 如果從學術成就角度看 病毒專家能設計出這樣的病毒 應該也具備得諾貝爾獎的資格 然而這種設計卻是極具殺傷力的 設計病毒的人 他們真的是在做一件傷天害理的事 必須向全世界道歉